百貨二樓 我們的資培棒 白金資培棒有換的嗎 有點忘了 攻略是這時候說我們可以換的 弱界好像有 來 我們去看一下 藥局 你看起來像是個藥局 我被你的外表給欺騙了 你看起來像雜貨店 借我私藥局 好 我也被你的外表給欺騙了 嗯 是已經可以去換了嗎 很少看連開始自己連最多吧 好 晚一點有機會 再秀一波 可可之培 對啊 一隻都買了 機場 機場有 還是直接去看看 說不定我們白金都有 去看看 你有沒有 賣東西的在這 對啊都 都 都都有買了 帝都 帝都的交換商店在哪 有嗎 還是他是說之後可以去交換 帝都好像 沒印象有 有有有交換交換 喔原來是你啊 黃金支培 黃金支培有了 白金 有了 HP加99 其實 好像也沒有什麼 血變兩倍是還蠻 蠻囂張的啦 你看以防禦加100 來說 對不對你不如血變兩倍 感覺好像更強 怎麼打 對不對 哇 欸我覺得這好像很強喔 好妙姐就是我們的血牛了 再去洗個澡 沒事啊 反正那些裝備之後有需要都可以再換 我們就GOGOGO 直接走走走 我們要去哪裡吃 露天店 露天店吃午餐了 吃起來 走走走走 走走走 奔跑吧 妙姐 不是你啊 是你 炸魚薯條 好 吃啊 吃啊 想用午餐再確認一下 應該都有 玩到了吧 有 吃起來 有 吃起來 炸魚薯條 炸魚薯條 行事不太妙 今天的行動 異常的笨拙 可疑 惡靈 二零零 哦 檯面下一個關 那是 邪惡的風 和動搖 這是最後的實驗 這麼相信人家講的話 宅惡以某種形式顯露出來 地之大樹 沒錯 而且現在可是二零零了 精靈之力高漲的地方 我這邊推測 離人推測很凌 很準確 他的行動有沒有刺激了 檯面下的領域的某物 也就是二零零 是說你們的炸魚薯條一直擺來那裡都不吃看了很生氣 哼 分校長怎麼會讓他們逃走呢 哼 庫爾特分校長您媽 哼 蛤 還是被打敗 所以是分校長 輸了 而且是 稍微拿出了點真本事 喔這裡是說敵人被打敗 是翻譯問題 稍微拿出一點真本事 打敗了敵人 可是他們卻消失了 為什麼 被二零零給太走了 神秘喔 電話都可以直接插播欸 看來這邊很一樣 變成了 變成了 神秘事件 感覺那也不像是他們之前用的隱形 可是有沒有是被光芒包圍 然後氣息消失 感覺就是那些人 他們力量速度也都加加了有沒有 感覺就是已經被二零零給 制服住了 就是有一種變成二零零的死魔的感覺有沒有 放出死魔然後打 然後打輸了還把死魔收回來 感覺變成像這樣 但他們自己說是二零啦 呵呵呵呵呵呵 二零零很強大阿 眷屬話 唉呦跟我想的差不多了啦 黑夜眷屬 喔喔 中心 打敗他應該都可以了 西北方 我地理位置 現在還在ㄎㄧㄤ 我地理位置 現在還在ㄎㄧㄤ 離宮嗎 帝國 博物館 中心 我現在聚集 都不能說 他在等下 我也要在岩江 有取出 我去 對 TODE 我看我 我們那時候的那個鐘 有沒有 也有可能 那個鐘有影響到嗎 可是 按照劇情 目前揭露給我們的是 就那個嘛 共和國的間諜去 找到一群死哥 所以那個 當初我們的那個 吊飾不曉得有沒有影響到 到時候過去就知道了 炸魚薯條他們都沒吃 浪費 還是很難吃 我到目前為止 是有吃過不錯的炸魚薯條 可是真的還是沒有吃到 就是讓我覺得 哇 一百分會想要一吃再吃的那種 可是每次我都會想要點 就如果那個菜單上有 炸魚薯條就很想要再嘗試看看 很想要吃吃看 有沒有真正好吃的炸魚薯條 所以這邊對話都一樣 那就不管啦 就 直接前往 萊卡區 感覺怪怪的喔 他的選擇直接是入口 喔 我還想說有沒有整個區域 都 都變得 詛咒阿 或者直接在街道打怪 所以街道沒事 對 但是 有些奇妙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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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至少 泛的流 進去看看 看看 有沒有什麼對話 不過 酷的車他老媽應該也出去了 沒什麼改變的樣子 努力努力 哦 媽媽 有沒有 動物的第六感總是比較靈敏 噔噔噔噔噔噔噔 喔這邊 收到一個新消息 這我必須要先馬上立即Google一下 我說一數九明天要出了 真的假的 這麼快啊 中文版也是同步嗎 好 結束的時候也來看一下 買起來 反正也要等很久啦 那閃鬼4結束再考慮要不要1-9 說不定閃鬼4結束有沒有 閃鬼5 或是新的軌跡又來了 現在還是日文版 直接突破 門沒鎖 閃鬼4真的很長是不是 可是我也不妨多讓啊 所以不太怕好不好 閃鬼4真的很長是不是 可是我也不妨多讓啊 所以不太怕好不好 可疑這教授可疑 不過他沒戴眼鏡 所以可疑度大概只有30秒